杨小姐二月在成品买了这本 阿贡打来怎么办书籍 三个月后 接到自称是成品员工电话 要调查读后感想 但越聊越奇怪 不仅赞扬中国战力 仔细听男子口音还有点中国枪 遭质疑是对岸通战试掉电话 对台湾民众进行任职作战 杨小姐无法置信 因为这样的电话 一个下午她接了三通 三通电话都是不同的人 所以是明显他们是有一个组织 成品有必要出来说明一下 就是我们到底为什么在只是在线上买个书 就会受到这种 就是对面打来这件事情 然后居然共匪就在你身边 韩话成品出来面对 而在电话里的洗脑台词 还包括捧蓝营大绿营 就是中国党里应外合 联手打这个台湾的选战 目的就是要干预我们台湾的民主选举 对此成品截稿前暂时没有回应 这回不只是诈骗电话 还一次针对买特定书籍的民众 中国对台统战无孔不入 台湾民防新防不得不防 三军皇家和郑海中听不到